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也就是说当我们取得完资料之后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叫做资料清理 以下的内容绝对是 假设我把它分成一二三四 八个段来去做说明 这个部分它绝对是 你就是资料能不能做成功的关键影响 也就是说 假如说你今天你未进去的资料 没有把垃圾清掉 你的结果一定是不好的 太了解了 这就是那一句俗话说什么 在讲的事情 所以数据清理非常重要 可是没人会想要做 通常就是我们找别人去做 我历年都只教民国改西元 可是今天我想要再教另外一种 我就把难度提升 然后如果你要去看民国日期如何转西元 我也有影片 我再告诉你们在哪里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 下午提供给你们 就是已经清理好的结果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把握时间 来去看 这个国家地区的资料清理 可以了解吗 这很像在做一件事情 假设 大学入学资料 他讲说他毕业的学校 例如说他是女生 来自于北一女 可是有些 有些学生他会写什么 北腰 有些学生会写台北市立第一 女子什么 对吧 这样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真的大家写的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统一变成一致 否则的话 你在分析上面就会产生很乱的情形 好了